哈喽哈喽哈喽大家好 除和日当午 吃面要打卤 床前明月光 吃饭要喝汤 上回叔叔道 我们家庭饲养的龟一般分为四大类 那么分为四大类 到底有什么科学依据呢 哎 完全没有 但是我们已经假装郑重其事地 聊完了前两种 那咱们就厚着脸皮 再把厚两种也聊了吧 这就叫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 那么接下来要聊的就是 不需要加温的神水龟 那么这一类龟呢 也是我十分推荐给大家的 正所谓 那我必须强烈推荐给你啊 这一类的典型代表有 果壳 巨头 剃刀 射香 饿龟 巴西典方队中的 巴西黄儿火焰龟 东锦西锦南锦 还有地图 亚拉巴马 佛州 田田圈 等等等等 总之就是这一类龟构成了我们龟缸的主力部队 这些龟水性极好 上窜下跳 在这一众神水龟当中 我还是首推 像剃刀 射香 巨头 之类的蛋龟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你玩蛋呢吧 这些蛋蛋的可玩性是非常高的 首先 它们具备我们之前所说的三大蛋龟的所有优点 再加上它们不需要加温棒是不是又给你省了一笔钱 而且像剃刀射香这样的龟价格合理 同手无期 简直是居家养龟之必备良品 当然今年蛋龟的价格是扶摇直上 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蛋龟的炙手可热 没想到在养龟这件事上 我们还是保持了买涨不买跌的优良传统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神奇 当你发现你攒钱的速度赶不上房价生长的速度的时候 你又会惊奇地发现 攒钱的速度一样赶不上龟价的涨幅速度 可喜可贺啊 可喜可贺 当你有一天成为世界首富接受采访的时候 记者问 请问你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到的 你若有所思地说 当年我努力攒钱还是买不起一只我想要的龟 所以无奈之下我只好用这笔钱做了投资 可喜可贺啊 可喜可贺 OK 输龟正转 这类龟呢据传说中对饲养条件要求并不高 也不容易服甲服皮 而在我的实际饲养过程当中确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养这类龟就突出了两个字 特别省心 简直是顶呱呱笑哈哈棒棒哒 那么深水龟的另一类 巴西典方阵就有一个逃不开的壁端 晒背 这对于室内阳龟党来说简直是一个致命的伤害 我们知道阳光中的UVB是促进钙质吸收的重要因素 而该死的玻璃却挡住了它的去路 我们的爱龟偏要在阳光下耍酷 我们只能想方设法找到合适的角度 这个过程叫人真他妈想吐 怎度怎度惊起一滩欧鹿 不得不说李清照写的词真棒 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要聊的最后一类龟 不需要加温的潜水龟 这就是我们的骄傲国龟系列 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中华草龟 以及皇后泥水龟 中华花龟等等等等 但这正是我们国龟的底蕴所在 它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中国传统国龟展现出它独有的魅力 让世界为之赞叹 正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国龟漫步于刚底 如一丝春风和煦而温暖 岂不美哉 OK 又瞎BB了这么多 这两期视频希望能给准备养龟的新手朋友们 一个大概的方向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养龟之前可以先综合考虑自己的养龟环境 再选择自己的养龟品种 希望各位可以尽早地体会到养龟的乐趣 喜欢视频的朋友呢 就嘿嘿嘿 Sanacute my friend